欢迎收看本节目 这些胡子造型十分与众不同 甚至可以用奇葩来形容 今天过人军店带领大家盘点一下NBA中的奇葩胡子吧 说到大胡子想逼不少球迷 首先想到的就是哈登了 作为近几年联盟最炙手可热的球星 哈登大胡子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 而据无聊的专家测试 哈登胡子的毛囊密度是现役联盟中最密的 这样也就不难解释 他为什么能留起这么一大坨胡子了吧 关于哈登胡子的冷知识还没完 据说阿迪在和哈登的代言合同中 还有这么一项关于形象的条款 就是哈登不能在合同期间随便剃掉自己的胡子 否则要给阿迪赔2亿美元的赔偿金 价值2亿的胡子 这应该也是NBA之罪了吧 说到德鲁古登 想必一些老球迷还有印象 这位何姚明同年进入NBA的球员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他的胡子了 别人都是给自己头发编辫子 而他可好竟然给自己的胡子编辫子 看看他这个胡子 感觉像是发爪鱼的小鱼一样 加上旁边两侧的小胡子 真的是有够奇葩了 既然有给胡子做造型的 那自然也有给胡子染色的了 之前斯金娜就给自己的小胡子染了一个黄色 但他也不是全染 只染了下半部分 来了一个潮流的渐变色 不知道是不是想要满足自己 没有头发可打理的内心呢 作为03选秀一代的球员 早年的卡曼画风是这样的 虽然谈不上有多帅 但是起码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 干净的面部给他加了不少分 而随着生涯的进行 卡曼的头发逐渐掉光 反而胡子日渐浓密 尤其到生涯后期 卡曼头发和胡子的位置完全翻了一个头 头发卸顶 但是胡须浓密的不行 这种胡子比头发多的场面 小编也是没见过 作为NBA传奇球星之一的比尔沃顿 也是国王主教练沃顿的父亲 当年在联盟里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 而他粗犷的造型 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 沃顿有一个绰号 叫做红毛野兽 看看他浓密的胡子和头发 连到一块儿 简直毫无违和感 甚至看上去 有点像影视剧中的孙悟空 作为08年 被广大球迷熟知的 金童卢比奥 早年的画风 是左边那样的 看上去就是 眉清目秀的帅小虎 而在联盟 征战多年之后 卢比奥 不仅留起长头发 而且还留着 厚厚的胡子 不得不说卢比奥看上去 还是不太适合 留这种大厚胡子 不仅显得十分苍老 小时候那种灵气 也似乎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位 油腻中年人的感觉 快快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不迷路